產業道路上轎車駕駛下車 從後車廂拿出一包垃圾 隨意就往路邊放 丟一包還不夠 繼續再丟第二包 像這樣隨意亂丟垃圾情況 嚴重影響是從觀瞻之外 也讓外縣市遊客留下負面印象 有很多就是對於很多亂丟垃圾 會造成城市的負擔 會造成民眾的負擔 會造成觀光客的嫌惡感 有很多的聲音 那我想亂丟垃圾的民眾是極少數的 可是他們卻會造成這個城市 大多數人跟整體環境的負擔 市長謝國良上任之後 推動乾淨家園 宣布從10月1號開始 亂丟垃圾裁罰金額 從2400提高到3600元 監舉獎金也從時收罰還50% 提高到75% 我們從10月1號開始 我們會將基隆的垃圾罰還的罰金 提升到從3600元起跳 並且對於檢舉人 檢舉亂丟垃圾的情況 我們會提供75%的檢舉獎金 當然我相信這一定是台灣國內 現在相對比較高的一個罰還跟檢舉獎金 其實本府要重申我們的立場 我們並不想要這些罰金 我們也並不想要把這些罰金 當作是市府市庫的收入 我們只想要一個乾淨的城市 我覺得今天提這個政策出來 或許有人會批評 那市府可能也會哀罵 但是我覺得如果要讓基隆 變成一個乾乾淨淨的城市 不論是我們自己住在這個家園內 或者是觀光客 郵輪旅客來到基隆玩 能夠享受一個乾淨舒適的一個 城市觀光環境 這樣做 我們認為還是非常值得的 我們又把這個城市把它當作家 把市民當作家人 所以這個動作其實無非也只是在跟 在座的各位跟自己的家人講 我們把自己的家裡打掃乾淨好不好 此外為了簡化民眾檢舉流程 環保局成立了Light at平台 只要加入並且提供檢舉的相關資訊 環保局人員就可以處理 這個的名字是我們基隆市環境保護區 废管科民眾檢舉專區 提供檢舉人的姓名 身份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聯絡電話 地址 同時上傳要檢舉的照片 以及影片到我們的Light對話框 那我們在這個對話框當中 都會有環保局的同仁 來及時的跟各位民眾做回复 如果收到我們同仁的回复 確認我們的檢舉各項的 需要準備的資料都完備以後 我們就會完成這個檢舉 所以我們今天之所以會有這樣子的環境 主要也是便利各位民眾 在針對今天基隆市的環境髒亂的部分 如果有需要帶加強的地方 也很歡迎各位民眾透過Light at 來向環保局進行通報 同步調稿法金和檢舉獎金 謝國良說雖然會遇到民眾反彈 但為了維護乾淨家園 就算被罵都要做 記者黃燒民金融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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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黃燒民金融報導